我去出门取个快递啊 这回来这正在上坡呢 又看到这个狗了 哦你天哪 你咋赖的真是嗜好 我先进去了 进去之前先把我的这个 进去之前先把我的这个给吃了 买了这个血沟啊 一块钱的 这取一下快递啊 回来就看到这个狗了 出门的时候还没看到啊 回来看看 吃堆这个冷饮节节酒啊 就是这样 然后买了一道方便面了 给大家看一下 还有一道方便面 看到吧 之前卖两块五的现在三块钱的 这个真的不是我做梦啊 不是我前两天说这个物价涨了 听这个超市我们村里面超市人说现在 反正方便面的价格都涨了 就是这样 现在真的是 那不知道怎么讲我的心情啊 卧槽 钱 钱是根本就挣不到啊 那物价怎么会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呢 我估计这涨回涨回来就不是涨涨过来就就回不去了 我估计就是这样 日子是真的越来越难了 哎呀 还好这个没涨了 一块钱 这个再涨真吃不起了 我先吃完啊 你等我吃完 嗯 天太热了 不吃完这个容易化 嗯 以后饿了就吃这个吧 这个没涨价 以前北京方面 一块钱 现在都涨到一块五了 哇我觉得那是不可思议啊 他距离我这么近他都不害怕吗 他应该是饿坏了 啊 想回家 要么回家给他把那个吃的给他搞一点 我靠我的碗这边碗 怎么怎么扣钱呀 奇怪的 是我扣的还是谁扣的 不会是我昨天喝喝多了出来把它给扣上了 怎么那么咸呢 给他那点吃的 你是不是饿了呀 你饿我也饿我也没吃饭呢 哎 这狗的胆子稍微大了一点 可能都是被饿的锁破哎 我看我走了几步他也没后退啊 就是这样 嗯 嗯 没事啊 嗯 后面没人 他刚才是不是以为后面有人呢 他后面没人呢 是吧 是不是饿了 啊 给你带吃的啊 等我一下 家里之前狗粮吃完了啊 你有福啊 新开了一袋啊 新开了一袋想给你吃啊 啊 就是这样 这我刚把这边的口子给撕开了 你这家伙都迫不及待的 靠近我这边呢 不知道多久没吃饭了是咋的 搞不明白 我就昨天喝醉了 没没没给这边喂哦 他都这么急迫吗 至于吃不上饭了 吃个两顿没问题啊 就是这样 吃吧 我那里面是我那里面是我买的那个买了一个碗呢 在那个 网上啊买了一个吃饭的碗啊 就是这样 他这么给我发过来哦天应该是不会坏了 嗯 就是这样 我说话没说你你不用 你不用这么警戒哦 他意思你回家吧 你想回家我再吃 是不是这样的 你看你饿了肚子都磨了还还还小我想回家 好吧 我想回家吧 我估计还是没有安全感啊 哎 我先回家 回家 我回家我也得吃饭啊 我也饿了跟啥阿姨啊 啊 一包包面面再泡点那个啥 再泡点面叶吧应该就差不多了 哎呀 这日子呀 哎呀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是吧 歇好啊 啊 赶紧溜 我车子刚推进来他就在那边迫不及待的吃了起来啊 就是这样 让他吃吧 进来啊 这次 这次 2 3 1 等 1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